我們看第一屬於題目怎麼說 題目說 這是某車的運動狀況像這樣整圖 然後畫起來這是VT圖 你記住一下 你在寫這種題目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那個題目是哪一種圖形 到底是XT圖呢 還是VT圖還是AT圖 要記下來 那我們開始看一下 題目說 請問你15秒到20秒的加速度是多少 第一個 講加速對不對 公司有三個大體選 我們先在這邊好了 V等於V0加AT 還有一個是S等於V0T 加2分之1AT平方 還有V平方等於V0平方加2AS 好你告訴我 那個加速度值是誰 是A 那三個都有A可以用 你告訴我能用公司1還是公司2 還是公司3 1 為什麼1 1因為很簡單 這個2跟3都有S對不對 都有那個位移 我這題目講位移嗎 我都沒看到嘛 對不對 所以我用公司1就可以了 好 那請問你 題目似乎的是15到20秒 所以請問你 間隔總共幾秒 5秒 所以我的T多少 T就是5 會來 會來齁 好那請問你 V是什麼東西 V 墨速 請問你 最後的速度是多少 來這裡邊 15到20秒 又是VT圖 對不對 請問你 最後速度多少 這個點 0吧對不對 所以寫下去 0等V V0是什麼 初速 初速指的是誰 15秒之後的速度多少 15秒速度 20 所以這個V0呢 就大概20 加上A乘上幾秒鐘 5秒 所以他就出來了A A等於 4 這樣會嗎 所以他選擇的答案 選的是 豬 還是那句老話齁 選個圖 如果你會看得懂 然後外加公式你會用 考試都不考不倒你 好 第二題 我們看一下 題目說 請問你 0到20秒的平均加速度怎麼算 欸這個題目就很難 這個題目打十顆星 0到20秒 題目是問0到20秒對不對 好我先問你個問題 0到20秒總共經過幾秒 20秒 那現在有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公式 不行 為什麼不行你知道嗎 這個公式只是用什麼時候 等加速度的時候吧 對不對 請問你這圖有等加速度嗎 你看這不是的嘛 所以不能做公式 對不對 那請問你 加速度的定義還記得是什麼嗎 還記得我們加速度定義 你可以發現一下 我們怎麼講的 加速度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1秒內速度變化多少對不對 好請問你 題目不是問0到20秒嗎 我們看一下來請問你 20秒內速度變化多少 來一開始多少 一開始 0 最後呢 0 所以就有0-0 所以答案出來了 答案就有20分之0 答案就是0 答案選B 齁 這個題目難聽難在說 他選了一個 你覺得最不可能的答案 對不對 因為你要猜的話 你也不會猜0吧 你可能猜猜4啊 1啊 4啊 所以說 老師他就平均就在動嗎 怎麼會加速度是0 原因是因為我只問0到20秒 對不對 所以我只管第0秒的那個初速 以及第20秒的末速而已 中間怎麼變化的 我不管 聽懂嗎 所以 以末速減初速 剛好變化多少 變化就是0 所以他的那個加速度就是0 這題目很難 比較 不是難 是比較難理解 好 這題目第二次要說 請問你 0到20秒的平均速度 欸 平均速度就好玩了 平均速怎麼算 還記得速度公式嗎 速度 這剛好把那個前面的那個1-2 拿出來 拿進來講 速度的東西 是不是位移 除以 時間 對不對 好那速度的話 我找位移跟時間 把時間給他先寫 來試試多少時間 幾秒 20秒 我只缺位移對不對 請問你位移題目有給我嗎 沒有 他只給這個東西 這個圖而已 怎麼辦 還記得我公司裡面 誒我圖裡面告訴你一件事情 VT圖 怎麼樣跟位置上關係 還記不記得 VT圖下面的面積 就是我的什麼 位 所以有其他面積好 那是什麼型 T型 所以T型有算 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上底多少 上底 我從5到15嘛 所以這個上底就是10 所以上底就是10 加下底咧 20 乘以高怎麼不斷 20 除以2 所以就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就答案了 所以來約分約分 10 10乘上30 300 所以答案就是300 除以20 所以單短 答案就是15 所以在選擇是C 還記得那句講話 你看到沒 公式如果你會用圖 你看得懂 然後你會用圖的話 考試是這樣的算而已 沒有很難